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啊 我们要出去玩 你干不跟我们去啊 这个啊 听吧 周末约了好朋友们去重名录音 其实看这几个朋友们 我们一直从夏天 约去千岛湖 顽皮花艇录营 然后一直每月上 不是这个有事 就是那个有事 然后到现在 上海已经降温了 所以我们的千岛湖之行 只能泡汤了 然后我们就转去 崇明腐败录营了 就是大吃大喝 吃吃喝喝过一天 又到了比拼动手能力的环节了 就是说张老师一直是承担了 咱们家大片木的这个职责 然后这个是帮不上忙的小黄 帮不上忙的二号同学 就是说再美味的食物 也不能阻止钓鱼老钓鱼的脚步 冬天我们还是果断选择了 在户外吃火锅 一个军箍锅 一个牛骨锅 快哉快哉 这个牛肉卷的质量看得非常好 谢谢 哪个到这个吧 是吗是两个 来来来来 这么快 这两个钓鱼老啊 不吃饭也要钓鱼 咦没有鱼吗 那我给你上个科技 这是钓鱼老的执着 不出意外的空军了 但是谁说钓鱼是为了钓上鱼呢 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上周还在穿短袖 这周已经一秒入冬了 狗屎汤 吃了以后就可以走狗屎军 蘑菇的小姑娘 好可爱 跟你这个帽子特别搭 吃饱喝足以后来干点正事吧 公园里其实这个小角落还是特别漂亮的 拿出小本子 咱们就是说来小画一张 天气已经变冷了 所以在户外画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 其实一般画这种小画的时候 我都不太用画架 直接坐在凳子上 然后把本子放在腿上 拿着小调色盘 其实当碰到想画的风景的时候 用最少的步骤马上就可以开画 是最重要的 有的时候就是七弄八弄一大堆 好的风景也就过去了 画完以后 被朋友家的女儿膜拜了一通 极大的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画完以后夜幕已经降临了 点起我们的小灯 感觉贼温暖 为什么在户外连馒头都变得这么好吃 我一直说在户外连个粑粑都是好吃 其实户外露营有的时候 就很像大人们玩过家家的游戏 每次露营以后呢 我都会思考 这次带了什么装备 其实用不太到 下次也不用带了 下次我们的营地怎么样规划 才可以住得更加的舒服 我在想 露营是不是也可以反映你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呢 如果不想把牢底做穿 咱们一定要户外文明用火 用完的火星 咱们一定要浇灭 挖个坑 然后把这个用完的火扎杀都给埋起来 烧开了 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玩的时候有多快乐 收拾东西的时候就有多心酸 露营一时爽 收拾那辆行 打包完成 拿出过年放剩下的烟花 在野地里最后再撒个花 大家也要 认认真真过周末哟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咱们就说下期再见了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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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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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